这辈子就没再吃过黑枣 哇 你看 追随父亲的志向就是这样子 父亲喜欢什么 他就喜欢什么 当父亲不在了 他就把这个怎么样 他就把他这个不敢吃这个黑枣 因为他要住进他的父亲 父亲没得吃 父亲没得吃 他也不能吃 哇 所以你看 曾圣父子多么的孝顺 那我们再来看哦 有一次啊 这个曾圣父子的母亲啊 独自在家里面 那曾圣父子呢就到山里面去砍财 结果呢 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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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间 突然间怎么样 突然间一阵心痛 怎么了 怎么会心痛 原来啊 原来是家里面呢 这个老母亲呢 突然家里面有客人来访 那老母亲呢突然想说 哎呀 糟糕了 家里平常没有什么好东西 可以 可以怎么样 可以去请这个客人吃东西啊 所以这个母亲就非常的紧张啊 在外面堕来堕去的 在等着这个曾圣父子回来 可是等了很久 还是没有等到曾圣父子 于是他就想说 哎呀 这个孩子呢 平常跟我非常的心灵相同 于是呢 他的母亲呢怎么样 就咬了一下自己的手势头 然后呢 这个时候 曾圣父子 在他母亲咬了手势头的时候 曾圣父子的心 也突然痛一下 哇 原来啊 怎么样 这就是父母 父女啊 父子连心啊 母子连心啊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个 曾圣父子的这个心呢 痛了一下之后 他才发现哎 会不会是家里有什么事情 于是呢 他就马上把这个材呢 收一收 马上背着他 用快跑的跑回家里面去 结果看到母亲 站在门外的时候 他就跟母亲说 哎呀 母亲 怎么会一回事 你怎么才会在这里 母亲才跟他说 因为有客人来啊 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家里有什么东西可以请人家 所以呢 我就赶快怎么样 请您赶快回来 哇 你看 我们现在咬一下 说不定 蔡老师现在咬一下 还是我爸妈妈这样咬一下 我或许还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 因为啊 蔡老师还不是很孝顺 所以还在练习 所以各位亲爱的同学 我们呢怎么样 开始练习 要很孝顺很孝顺 说不定呢 以后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爸妈妈会不会知道 会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怎么样 开始练习 要很孝顺 很恭敬父母亲 然后呢 跟父母亲能够怎么样 心灵相通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父母亲的喜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 父母亲的爱物是什么 对不对 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更恭敬的 去孝顺我们的父母亲 好 那我们再看哦 增生父子多么孝顺呢 我们再看这个例子 有一次呢 增生父子的妻子 为这个母亲呢 就是为增生的母亲 蒸了一颗梨 结果呢 这颗梨啊 没有增透 没有增透 然后就拿给这个 增生的母亲吃 结果 增生知道之后 很生气 非常生气 一气之下 就把妻子给修了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一颗梨 就把妻子给修了 因为她想说 她就跟妻子说 你呀 你明明知道吗 母亲嘴巴不能咬 嘴巴的牙齿 已经不管用了 你还把梨 弄成这么硬 没有让母亲 好好的吃 你连这种小事情 都已经是这样子 那更宽是 对她的生活起居 你又怎么会 用心的去照顾她呢 所以我要你 这个妻子做什么 于是她就把 这个妻子给修了 哇 现在的孩子 有人会这样子吗 可能比较难 对不对 现在孩子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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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呢 娶了媳妇之后呢 就是谁的 就是媳妇的 千万不可以这样子 我们在场有很多的男同学 不可以这样子 以后呢 尽管是你娶了媳妇之后 你还是谁的 还是爸爸妈妈的 一样怎么样 要当爸爸妈妈跟这个 跟谁 跟你的媳妇的一个桥梁 共同的桥梁 去维护好双方的关系 这才是一个 最好最好的一个 一个好丈夫跟好儿子 OK 好 那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曾圣夫子呢 因为他非常的得心 而且他非常孝顺 所以呢 这个孔老夫子呢 也非常重用他 也非常欣赏他 所以呢 就告诉他一部叫做孝经 传了一部孝经给这个曾圣夫子 哇 你看 只要是一个孝子 就要他可以学习 这个圣人啊 都会把他所有的一切 怎么样 亲郎相受啊 这就是你看 你看我们的正圣夫子 他就成绩了这个 我们的孔老夫子这个心法 所以成就了一代的圣人哦 好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哦 老来搬衣 细彩与青 老来搬衣 细彩与青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在讲什么 哇 没错 太聪明了 有认真听 这个故事呢 就是在讲老来子的故事 老来子呢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姓什么 只是要他姓来 可是所以呢 大家都叫他老来子 那老来子呢 其实他是一个很老很好的人 一个老人家 他已经有七十几岁了 那你想想看哦 老来子七十岁 他的父母亲几岁 他的父母亲至少八十 快九十岁 好 那你看哦 一个七十几岁 两个快九十岁 哇 你看 这样子还能够让父母亲很开心啊 因为我听 我们蔡老师曾经听人家说过 他说 人老了啊 连笑呢 怎么样 都会觉得累啊 所以你会看这个 有些老公公老婆婆啊 他们有时候并不是不喜欢笑 而是他们觉得笑了很累 所以当你讲笑话 老人家没有笑的时候 你还是要拼命的演戏 知道吗 要去逗他笑 因为他们不是觉得不好笑 他们只是觉得笑很累 尽管只是一个微笑 他们也会觉得很累 但是 蔡老师现在在讲这个 都是我们现在所不能懂的 为什么 因为你还不是老人吗 你很难感受得到 所谓的笑不出来那种感觉 可是没有关系 我们要用心去体会 下次呢 早儿你在讲故事呢 给你的爷爷奶奶亲 你爷爷奶奶没有反应的时候 怎么办 不要伤心 不要难过 他们都有停进去 只是因为人老了 反应比较慢一点点 或是呢 笑呢 比较累一点点 但是呢 那个时候的你 怎么样 还是要继续的扮演着一个 怎么样 一个就像这个老来子一样 要细彩于青哦 要扮演着一个 很会逗他们笑的一个人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老来子的故事 这个老来子呢 他呢 非常孝顺父母亲 从年轻到年老都是这样子 所以当他父母亲 九十几岁的时候呢 他还是穿着颜色非常缤纷的 这个很可爱的衣服 然后呢 每天就在这个 父母亲的面前这样子耍宝 然后呢 做一些很好玩的动作 然后让他的父母亲 每天都很开心这样子 有时候呢 他还甚至怎么样 会挑着 挑着水哦 就挑着水这样子 走走走走 故意走到他父母亲的面前 怎么样 就滑倒了一跤 然后呢 父母亲看到他这么滑稽的 这个动作 就这样子 破颜为笑了 就这样笑出来了 所以你看哦 他非常用心哦 尽管呢 怎么样 尽管这些动作 对他七十岁的人来讲 可能已经非常累了 可是他知道 在父母亲有神之年 让父母亲快快乐乐的过生活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每天都做这些很滑稽 但是呢 却让父母亲很开心的 一些动作跟言语 来让父母亲很开心 所以当有一天呢 呃 我们的 我们要是年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老来子一样 用这样的心情去体会我们的老母亲 那希望各位同学 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慢慢的 一点一滴的来去体验看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讲哦 讲的什么呢 我们再讲这个第六啊 粽油腹米 味青腹米 粽油腹米 味青腹米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要讲我们子鹿夫子 子鹿夫子的故事 在周朝的时候呢 有一个闲人啊 也就是我们子鹿夫子呢 他就叫子 就是他的名字呢 叫做粽油 那子呢 叫子鹿 那以前他们家呢 非常非常的穷苦 非常非常穷苦 每天呢 都只能吃什么 只能吃这个 蔬菜啊 野菜做的一个蔬菜糖 然后呢 来供养他的父母亲 然后 有一天啊 他呢 为了让这个父母亲 能够吃得非常好一点 他呢就出去很努力很努力的工作 然后呢怎么样 就有了钱之后 就跑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哦 非常遥远 非常遥远 因为在当时呢 他们住那个城镇的米 非常非常的贵 所以呢 这个子鹿呢 就听说 诶 在某一个地方的米 比较便宜 而且呢 可以买比较多 于是呢 他就被这个米袋呢 怎么样 就跑了百里之外的鹿呢 怎么样 去买回来 那回来之后呢 就背回来给他父母亲吃啊 那就这样子 米没有了就跑去买 米没有了就跑去买 就这样子 就这样 好几年好几年就这样过了 那 等到这个子鹿呢 他的父母亲死掉之后呢 他就 也到 往南方去 然后就到楚国去呢 楚国就拼他做了一个什么 做了一个官